ns 炎 當我們刻完正面輪廓線以及側面輪廓線之後 然後開始修45度 這個一個基本上的造型就出現了 那接著呢 我們可以使用不同的刀具 去在表面上做一些機理 這個機理的選擇其實跟 最初介紹這個刀型是有很大的差別 首先是使用這個圍曲可以做出的刀痕 它會比較像是一個圓潤飽滿的一個造型的刀痕 然後這樣刻過去 一樣呢是順的一個順紋的一個狀況去刻 就是從這個一條一條圍管束的線往點的地方刻 它就會是一個順紋 那這樣修飾出來的刀痕就會比較會有光澤 然後不會直接整塊繃下來 讓你不能控制你要刻到哪裡 所以順紋刻其實是一個順逆紋的分別是在木雕創作時很重要的一個環節 這邊呢刻出來就大概是一個平面的圍曲刀 會做出來的一個刀痕修飾 接著呢我也可能是使用這種比較圓形的完刃 這個去刻出來的話它就會比較有一個凹凸的感覺 一樣是透過從順紋尾管束的線的地方往點的地方刻 它刻出來的造型就會這樣子一個一個凹槽的感覺 這樣子粗粗的一個一個凹槽的感覺 如果想要再更誇張的一個凹槽的感覺 甚至可以拿到這種已經是整個半圓形的一個完刃去刻 那它刻出來的這個表面肌理呢就會是更深的一個凹槽 那也不一定要這種很短的樣式 我也可以做一些比較長的肌理的表現 可能就是從這樣子的話刻上去一路刻到頂端 先刻一個三條讓大家看一下效果 OK 大致上是可能有這幾種 那當然也有分不同的刀型的大與小的差別 那刻出來的那個基理造型就不一樣 再反覆的重複一次 這邊這樣的刀痕的造型可能是用這種圍曲啊 或者是平刀去做 它就會是一個比較光滑比較圓潤的一個造型 那中間這個呢就是以這種很深的這種丸刀 然後去刻它就會有另一種基理的感覺 一絲一絲的基理的感覺 那最旁邊這種一個一個凹槽的呢 就是用這種中型比較中型的丸刃去刻 然後一個一個點去刻它就會有另一種基理的感覺 至於要選哪一種基理呢其實就是因人所好 然後也是你在創作時有不同表現力的地方 在完成這個表面的刀痕修飾以後 我們可能可以使用一些木雕上面的一種著色 讓它表現得更生動 然後在顏色的選擇上我也會使用比較多的一些層次 然後試著去把它變得更生動更立體 然後同時上色的厚度其實也會影響到這個木紋的呈現 像以目前這個為例其實我覺得它木紋蠻好看的 所以我可能會上的相對比較薄一點 然後讓它木紋同時也可以呈現這樣子 那我今天使用的是壓克力顏料 然後它是水溶性的 所以可以沾一些水 然後調一些顏色出來 因為想要上薄一點嘛 所以我可能會多加一些水 讓它的這個顏色可以比較淡一點 然後層次的話我可能會用堆疊的 就是先上一層顏色然後接著再疊下一層顏色 這樣它的層次就會漸漸顯現出來 那麼如果我加了多一些水的話 木頭的紋路會保留在這個作品上面 對 凹線凹槽的地方也不要放過 就是第一層的底色讓它整個都上滿 接著再去做一層一層的疊加 它的層次變得更豐富 這個基本上綠色的仙人掌的底色 畫得差不多了 這個綠色的底色畫得差不多 接著我想要畫它的藤栽的部分 所以我一樣先底色先選紅色 就是一個紅配綠的感覺 然後我也不希望上得太濃 所以我會加稍微多一些些的水 上在這個盆栽上面 第一層底色的時候都上薄薄的 接著等它乾了以後 才會去上下一層的部分 烏壤的部分我可能會換比較小隻的筆 比較多畫出去 加一點比較深的咖啡色 現在從這個頂面可以看得出來 其實顏色如果沒有上到太厚的時候 它不像一張白紙一樣 它是有紋路有層次在裡面 木頭的紋路本身就有帶出一定的層次感 所以如果可以妥善地運用這些 木頭的特色的話 更得心應手地呈現 木雕想要呈現的一個韻味 這個畫細節的地方 可能就會比較小心 用比較小隻的筆 盡量不要塗到這個仙人掌的本體 交界的地方可以比較鮮明一點 現在整個整體的這個第一層的顏色都上完 接著呢我就會想要開始上第二層 也確定這個上面這個綠色的部分已經乾掉了 所以我就會開始上第二層 第二層我會想要使用一些比較不一樣的顏色 可能黃色多加一些綠色 比較黃一點的綠色 用這種比較偏有一點螢光感的綠色 去做一個層次的變化 那在這裡層次變化的時候 我可能稍微會用濃一點 然後去做一些 可能是點綴啊 或是線條的方式去呈現這個造型 從這邊就可以看出來 我上了第二層的這個線條 它跟底色的那個綠色已經開始有一些層次上的變化 層次再多一點它其實會變得更豐富 也可以同時使用一些 包含像線條啊 或是點狀的方式去呈現 包含像是筆觸 或者是顏色的濃淡 就可以帶出不同的層次效果 這層顏色我希望它的濃度可以比較高 如果覺得顏料的濃度變淡的時候 我就會趕快再重新夾一些顏料進去 這個盆栽的部分我想要用比較乾筆的畫法 我就不加水 用乾筆的畫法 讓這些刀痕可以呈現出來 同時可以加一點跟上面接近的黃色進去 讓它整體比較一致的融合的感覺 這面差不多以後 上面的仙人棗剛剛用第二層也差不多乾了 那我可能用第三層 第三層我想要選擇一些 算是地幅泥染 加一些細節在裡面 那我這次就已經用到很濃的狀況 那細節會比較容易呈現出來 當然可以用線條或是點去做一些顏色上的修飾 然後顏色也可以使用比較大坦的跳躍的顏色 呈現的細節會比較明顯 接著我想要用白色把它這個刺的亮面 先用刺的亮面做一些點綴 我覺得顯得更明顯 我覺得顯得更明顯 因為我剛剛底下那層比較深的地幅泥染 所以這個白色會相對更顯得比較亮一點 現在覺得它底下的盆栽 明度不太夠 所以我想要加一些比較鮮豔的顏色進去 它一樣用乾刷的方式 讓這個刀橫可以呈現出來 用一點不同的顏色去刷 讓它感覺比較多層次 非常之薄 它們一切的部分 就是比較多層次 它們的部分 會有很多層次 可以逐一點 會有很多層次 可以逐一的部分 同時要比較注意到的是上底色的時候 其實可以用淡一點的 那目前以這個顏色看起來 它底下的木紋還是可以呈現出來 很開心今天跟大家分享木雕的製作 以及一些雕塑的基礎觀念 那希望大家看完影片以後 可以在家裡面自己操作、嘗試 然後感受藝術的帶來的薰陶以及氛圍 謝謝 謝謝